汽车正在行驶途中 资料下一秒马路边突然猜出一百色生命 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直接将它撞背 将镜头放慢看清后不淡定了 竟然是一条狗狗 可怜的小狗子被撞数米远才慢慢停下 虽说还能站起来但估计也是命不久矣 随着人类的发展公路越修越多 这也意味着动物们的生存环境随之缩小 懵懂动物们哪里知道汽车的危险 常常一个不小心便会命丧当场 这只小猫咪发现了几只鸽子 抓住机会后顺前冲出 成功将鸽子抓住 资料一辆汽车急驰而来 直接从小猫身上碾过 但它还能活下去吗 这匹马儿便没有那么幸运了 不知为何直接撞入车内当场身亡 关心的是车内并没有人 不然结果可想而知 汽车对于人们来说只是个交通工具 但对于动物儿园却是多名利器 为了自身安全和动物们的安全 驱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观察通行 好 我不是在那裡 我不是在那裡 我不是在那裡